2000年1月的早晨,香港著名经纪人梁绍英从22层的高楼一跃而下 一声巨响,人群开始沸腾了起来 警方清理现场时,却只看到梁绍英留在家中的一张支票 他走得决绝,之后有关他自杀的真相接踵而至 仿佛每个人都是见证者 有人说他工作压力太大抑郁了 有人说他爱而不得,为情自杀 想比第一种猜测,显然为情自杀更有看点 无良记者们群起公知,陈小冬则被溢测成这场意外中 梁绍英爱而不得的男人 梁绍英是陈小冬的恩人兼好友 1999年,陈小冬无路可走之际 梁绍英义无反顾地签约陈小冬 到处帮陈小冬签合同和鼓励他振作 然而梁绍英去世后,陈小冬却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殡仪馆 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出悲剂的神情 所有人都在指责他的忘恩负义 可鲜少有人知,为了躲开记者的包围圈 他曾在凌晨三四点来到梁绍英的墓前 久久不愿离开 1995年,陈小冬是顶流一般的存在 被誉为四大天王接班人 形象气质俱佳的他 加上让人迷醉的嗓音 是无数人心目中的花样男神 最重要的是,他的师傅是香港音乐制作人戴思聪 戴思聪门下弟子还有梅艳芳、刘德华、郭复成、王妃、谢霆锋 陈小冬作为戴思聪爱图出道 可谓是一路绿灯 首次亮相就和陈慧玲合唱了《打开天空》 并在颁奖典礼获得最受欢迎合唱歌曲金奖 师傅力旁自身条件好 陈小冬在几年内迅速走红 火遍了东南亚 和同样年轻的谢霆锋平分球色 拿奖拿到手软 演唱会作无虚喜 和谢霆锋、孙耀薇、钟翰良 并称为四小天王 四个人中人气最高的就是陈小冬 被成龙大哥亲自改章 看到陈小冬身上的商业价值 戴思聪给他狂揭工作 直到1998年 陈小冬因高负荷工作急劳成急 可摄像老师见了他 依旧对他说 笑快笑 生病了戴思聪也不让他住院 生怕耽误了工作 慢慢的陈小冬开始反抗 但恩师并未将此放在心上 两人也曾情同父子 可牵扯到另一一切都变了 戴思聪甚至提出 佣金五五分成 这也让陈小冬决定离开公司 眼看这个自己一手提携的爱徒执意分开 戴思聪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当初陈小冬入门时 便签了九年的卖身契 这样一来 陈小冬只能支付约700万港币的违约金 外界指责他忘恩负义 背叛失门 经此一事 陈小冬的行乡彻底崩塌 受到严重影响 谁也不敢轻易签下他 1999年 梁绍英出现了 他挺身而出 将陈小冬签下 担任他的经纪人 鼓励他做专辑拍电影 后来陈小冬曾当着媒体的面表示 我和他已经结婚了 在工作上 坊间传言 梁绍英暗恋陈小冬 于是众人捏造出经纪人与男艺人之间 一场纠葛的情感大戏 梁绍英自杀后 所有矛头指向陈小冬 但他从未解释 陈小冬相信 轻者自轻 然而当一个叫做张伯芝的女人 出现在他生命中后 陈小冬再次遭遇命运的戏耍 2000年6月份 有记者在一家餐馆 发现了陈小冬和张伯芝 此时离梁绍英去世不到半年 为了躲避记者 陈小冬和张伯芝在停车场跑 架不住记者们的狂轰滥炸 只能停下来拍照 彼时陈小冬牵着张伯芝的手 脸上笑开了花 此后恩爱更是秀个不停 颁奖典礼上 两人一脸浓情蜜意 陈小冬成为张伯芝 第一个公开承认的男友 此时却吹来了另一阵风 有媒体称 是因为陈小冬拒绝了梁绍英 选择了张伯芝 才让他不堪重负跳了楼 那些日子 陈小冬身心俱疲 可这并非陈小冬最难熬的日子 一年之后 陈小冬张伯芝分手 主持人问陈小冬 你看到他和谢霆锋在一起 会有什么感觉吗 陈小冬淡淡地说道 他好像不止跟他在一块吧 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 当年的陈小冬不复当年辉煌 而张伯芝则成为新一代女神 这句话被外界解读 在内涵张伯芝 于是向太出手了 他将张伯芝当作女儿疼爱 自然忍不了这种污蔑 向太召开记者会 公然斥责陈小冬 列举了他的罪名高达七种 勇情不专 戒之过桥 胡说八道 无品无形 先斩后奏 欺骗感情 害人不浅 这其宗罪炸弹 炸残了陈小冬 一夜之间 他沦为千夫所指的渣男 广告代言一拙 电影被换角 陈小冬失去了港圈资源 只能转战内地 2004年 陈小冬在《倩女幽魂》中 饰演命采陈 他终于开始另寻出入 以演员身份重新出道 2012年蓝灵王 他以为自己是毋庸置疑的主角 可却被告知 自己出演的是男二宇文雍 他不敢相信 却也不得不接受 这么多年他一直被误解 虽然心态慢慢磨平 可一直不怎么信任媒体 有记者再次问道 当年的师徒反目之事 陈小冬只会说一句 过去的事情 我不愿意再去想 实际上 他曾前去吊咽下跪 如今的他 早已看淡一切 有了爱妻和萌宝 也算是苦尽甘来 你要相信 那些总是笑着让步的人 总有一天 命运会给你公正的回馈 对此观众老爷们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参与讨论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